眼睛瞄了 揉眼了吧 揉眼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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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感客 行不行 行不行 那行 好 走了 我是1968年12月份 毕业到的佳縣 到佳縣以後 面對和北京天壤之別的自然環境 生活環境 工作環境 我確實有很深的感觸 但是怎麼說呢 我就想 我們不能打退堂鼓 不能打退堂鼓 所以 來這兒的 大概幾個月 一兩個月以後吧 我就一次去出診 我出診的是看了一個 男產的產婦 男產的產婦 我進到她家的時候 她是一個昏暗的窯洞 而且 三北老鄉席子都鋪滿炕 她的席子有半截炕 是捲起來的 沒鋪席子 那個婦女 就在一個 裝土的土袋子上生孩子 而且 周邊的一個婦女 還死死的揪住她的頭髮 我問她為什麼這麼做 她說怕她血泥 也就是因為腦缺血引起的 審知不清楚 後來又看了一個老婆婆 拿著一個 就是黑乎乎的家用剪子 準備給孩子剪期待 這一幕 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當時我就想 這裡不艱苦 何處是艱苦 那次初診回來以後 就說我要在這裡 為家縣人民服務五十年 當然了 在這堅守過程當中 有人說 就說陸大夫 你這堅持五十年 真的太優秀了 我就跟他們說 其實並不是我優秀 是一個時代感情 加上自己的自律 綜合作用的結果 確實我在這裡 和家縣人民至今 有了難捨難分的 這種情感 說是我服務家縣人民五十年 而且呢 家縣人民也用黃河水 用小米 用他們的淳樸的感情 幫助教育了五十年 我剛來的時候 就是每次出診 都是走著去 而且不是上山就是霞 現在呢 村村通公路 當時我來的時候 我們醫院沒有救護車 現在有好幾輛救護車 所以這樣就便於 農村老百姓 在診療過程當中 不擔心時間 不擔心時間 還有我們醫院 剛來的時候 只是兩排搖動對著的門診 還有就是一些個 療凍病房吧 但是現在我們呢 怎麼說 已經有了兩座大樓 現在又新秋期一座大樓 這樣對醫療環境 有很大的改善 有很大的改善 我做了一輩子兒科醫生 我非常了解 就孩子們的特性 就是懷抱中的寶寶 或者是一兩歲的寶寶 或者三四歲上幼兒園的孩子 一隻那個學齡前兒童 或者就是小學的這些孩子們吧 非常了解他們的性格 他們非常天真 但是他們感情也特別容易交流 容易交流 同時我們做兒科的 不僅僅要和小孩子們搞好關係 還要和他的家長搞好關係 就是一個就是我要如實地把孩子病情交給他 交代給他 同時呢我又要勸了他 這個病有什麼辦法可以治 如果耽誤會怎麼樣 那既重視又配合我的治療 所以孩子們還是喜歡我 家長喜歡我的 2018年12月 我就圓滿地完成了 對家縣人民的這個服務50年的承諾 孩子們想讓我跟著他們去生活 但是我看到我周圍的老鄉 就是多少年醫療工作 結下的這種友情 也真的是難捨難分 這裡的人民這麼信任我 這裡的醫生我的同事們 也這麼信任我 我不能離開家縣 就這樣一次兩次 就堅守到這裡了 當我得到了就是 我被推卸為 咱們黨二十大代表的時候 我的非常激動 非常激動 激動的就是說 我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 成為一個共產黨員 又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 又被推卸為二十大代表 說明 怎麼說呢 真的很激動 但是同時也感到一種 責任重大吧 責任重大 我覺得我最主要的 應該就像 就是問世於民 就是說在人民群民當中 問一問 就是說我們的黨 我們的國家還需要 有哪些更好的政策 或者是我們的政策 還有哪些更需要 我們有益於人民的這種變動 我覺得要認真聽起群眾的意見 努力把群眾的心聲 帶到我們的國家上方